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西说澳洲 今天这期视频呢,跟大家讲一下 在澳洲,如果自己住的房子发生了水管爆裂怎么办 因为这个呢,就是我昨天在家经历的事情 那到今天为止呢,已经处理大半了 所以呢,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那首先呢,在澳洲啊,如果说是相对较老的房子啊 由于房屋设备的老化 发生水管爆裂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尤其呢,如果是冬季啊,就现在多余的季节 这种情况呢,是频发高发的 所以说呢,每年的冬季啊,也就是六七八月份 Plumer,就是澳洲的持牌水管工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 那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一定不要慌啊 那要怎么处理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么,我这次呢,是人在家里啊 接到了这个Yara Valley Water,就是澳洲东区的这个水利公司打来的电话 说你的这个水表,读表非常不正常 你赶紧去关一下总罚,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么,我知道以后呢,第一时间就去看了我的水表 确实是在疯狂的跳啊 那么,根据这个Yara Valley Water的说法呢 已经产生了一千块左右澳币的账单,已经很吓人了 所以呢,他们看到以后,他们检测到了这个这个奇怪的现象 所以赶紧通知我 刚好呢,我下午在家里 所以,我正好是walk from home嘛 所以呢,我就赶紧去查了 查了以后,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水的这个总开关啊 总罚给他,赶紧关掉 关掉以后呢,所有的水表就不走了 那么,当然你这个水都用不了了,对吧 水龙头就不出水了啊 那么,ok,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找这个plumber 就是我们说在澳洲的持牌的水管工 来现场检查 并且呢,可能第二天来维修 那么,我找了几家西人的啊 就是本地西人的水管工 那么,普遍来讲的话,他们就比较,动作比较慢 一般来讲呢,都是要等到第二天 有些甚至要第二天的中午或者下午 那么,我相对来讲 本身就是个急性子啊 而且这个事情,说实话也是第一次遇到 所以我肯定希望尽快解决嘛 对吧,因此呢 我这边就找,网上找 应该说运气还不错 找到一个,可以说是老师傅 他在这个业内做了有27、8年了 非常经验丰富 就一听呢,就说 ok,我现在在董卡斯正好有个活 因为我住在董卡斯East嘛 他说他晚些时候就过来 差不多晚上5点45分左右半晚 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是跟他聊了几句 我就知道他是完全可以的 他就马上说 ok,这个漏水的点应该在这儿 然后呢,这个漏水的地方是外围的管 然后他跟我讲说 这个水管爆裂这种问题呢 你如果说是室内可以看到的 一般来讲都是这种塑料软管 这种爆裂是最好修的 也是最简单的 那么室外的话呢 就比较复杂 要看具体的位置 那我这个水管呢 它是在房子的过道这一侧啊 是一个水泥的台阶 然后这个水泥台阶 水泥是不实的 不是这种硬水泥 可以敲开的 敲开以后呢 下面是土嘛 他马上就发现了这个爆裂点 然后说ok就是这儿 接着呢他就用这个铲子啊 挖掉一些土 看一下这个管子的这个材质 因为如果说是铁管的话呢 一般会很长一条 就比较复杂 那如果说是铜管的话 是一节一节的 那这样呢就不需要挖很深 也不需要换很多 就相对好一点 那么检测下来是铜管 他说ok他心里有数了 明天他白天来解决 并且呢他提了一个点啊 我觉得也是体现他非常专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说你这个铜管旁边就是煤气管 所以呢我们明天挖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那这个过道呢 其实是有铺这个地砖的嘛 就史外的地砖 那他说他尽量呢 少挖开来一部分 那之后的话 复原还是要找其他人来复原 因为他们是水管工 他们的职能是修这个爆裂的水管啊 是不是帮你去把这个挖开的瓷砖啊 挖开的这个地砖水泥给它复原 那这个完全是正常的 在澳洲就是这样 树叶有专攻啊 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 就做哪方面的工作 我说完全理解 没有任何问题 那直到刚才啊 我刚刚到家 他那边 因为我给他编门打开了嘛 他跟另外一个师傅呢 就花了大概 也有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对 然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把这个铜管给他坏了 一切都恢复了 把这个图也给放回去了 当然挖开的部分 我得给他重新还原 还得上水泥 但是还好 挖开的区域比较小 挖开的区域大和小呢 就取决于说 这个水管爆裂的程度怎么样 受灾区的大小 那么有些没有经验的水管工呢 可能就会挖一大块地方 因为他吃不准到底哪里坏了 然后一定要全部挖开 才能判断 才能找到这个 裂口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对房子的损坏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找一个专业的水管工呢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到这一步来讲呢 其实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了 但是呢 我之后还要面对两个问题 这里呢 也一并跟他分享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水利公司已经说了 说你这个账单有一千多块 当然了 因为你这个是漏水啊 所以呢 我们也是人性化的 可以帮你去承担一部分啊 这个账单不会真的让你付一千多 会打折的 但是呢 肯定也不能全部让水利公司来承担 因为这个也不合理 那么我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留足我这个漏水的证据 就不是我故意的 对吧 是这个房屋老化造成的 那么什么证据呢 一个就是施工的这个过程啊 我这里有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看这个爆裂的这个水啊 都喷到空中了 对吧 真的真的挺厉害的啊 那这些都是证据 像照片啊 视频啊 还有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要问那个plumber去要这个evoice 就是付款的凭证 证明说 OK 这个水管爆裂 我已经找了专业人士来修 修好了 产生了这些费用 所以呢 你们作为水利公司 要一并考虑进去 帮我把这个费用打下来 我不可能接下来再去付一张 贴价的水费账单 对吧 那么根据我之前有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的经验呢 像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水利公司至少可以 给你打 差不多打三折 打三折左右 甚至更低啊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也算是 怎么讲呢 不幸中的万幸嘛 至少这个账单没有这么恐怖 对吧 这个是要做的事情啊 当然 你没有必要马上去做 你等账单来了以后呢 再去给这个水利公司 发邮件啊 也是来得及的 像东区就是 Yara Valley Water 如果是西面的话 就是City West Water 包括CBD这边都是 那么不同的水利公司联系方式 一定要确认 发邮件 注意发邮件是最好的 因为你要发给他们证据啊 像刚才我说的 对吧 这个发票 施工的图片 甚至视频 这些证据发给他们 让他们酌情处理 这一点呢 我觉得澳洲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最后收尾的工作呢 就是要找这个Builder 或者说Henry Man 如果能做的话啊 去把这个挖开的部分给他复原 所谓复原呢 基本上就是重新灌水鱼 另外的话呢 把这个瓷砖给他重新补上啊 无非就是这个工作 那这个也会产生一笔费用 所以呢 在澳洲啊 如果你是买这种防灵教老的公寓啊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尤其冬季 要有心理准备 要面对三张账单 一张是相对高额的水利账单 但是可以尽量去打点折的方法 我刚才讲了 第二个呢 就是Plumber的钱啊 就是找持牌水管工维修的钱 这个也是肯定要付的 而且呢 找好的Plumber可以省心很多 像我这次的话 大家看啊 就当天的这个傍晚 人家就来了 基本上检测了五分钟 就发现问题了 第二天的话呢 两个小时彻底搞定解决 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大家可能好奇收费是多少 收费的话呢 这个澳洲本身人工就贵啊 而且像Plumber这种工作 水管工这个工作 其实呢 也是有很大的技术难度的 所以呢 我这次呢 我这次呢 一共是付出去了一千多澳币啊 具体数字就不跟大家讲了 那大家就心里有一个概念就好啊 那这个是第二张账单啊 就是付给水管工的 第三张账单呢 你一般就是付给Builder 或者付给这个维修工的啊 因为要把挖开的地面给他复原 所以呢 还是一个挺郁闷的事情 不过呢 既然发生了 就得去面对他 那如果说 你买的是澳洲的这个别墅啊 尤其是有一定房龄的 我个人的建议呢 以前也讲过 在买之前做一个Building inspection 做一个房屋的检测 那么如果说查出来有问题 能接受并且能处理的 那也无伤大雅 如果说是大的major defects 那真的是要三四二后勤 像水管爆裂啊 这种真的属于是小事情了 几乎是隔一段时间 我不说很久吧 但是隔个十几年 二十年发生是在所难免的 那我住在现在这个房子 从我看看 从16年到现在也有八年了 所以说呢 不是搬进来立马就发生 我其实心态还可以啊 好吧 那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 算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